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最終世紀本名的老師 何吉鼎 居底老師 今天台股市上漲了186點 佳季上一週的漲幅 總共已經漲超過1050點了 正所謂 行情總是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我們幫大家挑選的股票 上次的五倍券概念股 燦坤漲停 還有我們的蓋牌股 科基也是漲停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好 在開始之前呢 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的盤前盤中資訊 來 盤前資訊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講這個盤前資訊 我一直不斷的強調 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疫情控制的又加 美股持續向上漲 雖然大家會覺得前一陣子 好像美股一直漲 台股一直跌 我告訴大家 連動性這種東西啊 有些時候呢 短期是不連動的 長期我之前的節目就跟大家講過了 長期二三十年來的台股啊 除非我們有自己本身性的系統性風險 不然的話我們都會跟著美股做連動 也就是說呢 美股持續向上漲呢 台股一定會跟上的 也就是說台股的多頭是不變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囉 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我們才抱得住才會賺得久 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跟大家講了 早上我就跟大家講了 這個台股啊 不悲觀 這幾天啊就會突破了季線 好再來我給大家盤衝呢 也跟大家講了 台股震盪之後呢就會V型反轉 如果會不會V型反轉呢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我已經跟大家講清楚了 台股本週會不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第二個今天啊台積電突破了60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呢 能不能持續向上 第三 來 明天啊 明天能不能守穩季線 如果這三點都達到的話我告訴你 這一波台股啊就要V型反轉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投資 趕快加入我們的LINE跟TELEGUN的群組吧 來打開手機相機掃瞄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UN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方式搜尋的話你可以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個QR Code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分析的不錯 記得按個讚喔 還有我給大家的盤前資訊是放在臉書 如果沒加入的趕快加入吧 來 在這邊 開始之前呢我們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美股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美股的倒窮指數部分 上個星期我有跟大家提到 全球央行年會 大家都在注意這個全球央行年會 FED的主席包爾到底會講什麼 結果呢他就講了什麼 預計年底會減債 但是升息還很遙遠呢 所以這給市場一個訊號就是什麼訊號 貨幣依舊是寬鬆 市場不會缺資金 既然市場不會缺資金的話 中長期來看呢 股市還是會偏多的我們可以看到 講完之後 倒窮指數就收復了昨天的黑K棒 應該說前天 星期四的黑K棒 好那我們看到 彪普500的部分 彪普500是持續的向上再創歷史新高 納斯達克也是一樣再創歷史新高 再來更重要是什麼 更重要是廢半指數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廢半指數為什麼重要 因為廢半指數如果持續向上漲的話 它裡頭有幾個成分股 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很重要的 什麼成分股 台積電的ADR 聯電ADR 日月光ADR 這不就是台灣的最大的幾個全指股嗎 也就是說廢層半導體指數如果持續向上 它的成分股就會跟著向上 成分股跟著向上的話你想看 今天台積電表現得好不好 好啊 日月光表現得好不好 好啊 聯電表現得好不好 好啊 也就是說這幾大巨頭撐盤下來 加權股價指數就會 就一路的向上 那加權股價指數一路向上呢 就會拉抬台灣的投資信心 台灣的投資信心被拉抬起來之後呢 散戶就會比較 願意去參與這個行情 當散戶都進來參與 當所有投資人都進來參與的時候呢 買盤就會很多 買盤很多的話 那 買盤大於賣盤 股市就會持續向上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的台股 今天呢已經是收盤價已經收復這條線叫做 季線 收盤價收過了季線 所以呢我認為啊 明天後天如果能持續向上 緩步的墊高的話這一波 又是一個V型反轉 為什麼現在呢不是 大跌就是大漲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現在啊 是散戶參與比較多的市場 散戶參與多的市場呢 漲上去大家就很興奮 大家一起追 跌下來的話大家就會很擔心 每一個人都很擔心 每一個人都趕快想要出脫自己的持股 大家想想看這一波殺下來 又多少人 停損 我那天才跟大家分享過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就是我跟我幾個朋友啊 一起講好就說我們買一些台股相關的期貨啊 有沒有 ETF 一起買 結果呢 我的朋友們 都在這邊有沒有 停損出場 只有我 繼續堅持下去 結果呢 他們現在都輸錢了 因為停損了 真的停損就真的輸了 你看我這一波漲上來呢 我那一些 指數型相關的ETF期貨 全部都獲利 全部都獲利 為什麼 有些人會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我一直跟大家講 為什麼 在開頭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是最重視基本面的老師 因為你懂基本面 你才知道這一波不是真的空頭 真正的空頭不是長這樣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一直跟大家講 台股景氣燈號五連紅 出口13連紅 外銷訂單17連紅 疫情的部分呢 台灣控制又相對好 對啊 那這一波的下沙呢 有沒有出現一個 國內外的重大經濟的利空 震驚的利空 比如說08年有金融海嘯 雷曼兄弟 倒閉 12年有歐債風暴 去年有新冠肺炎 現在新冠肺炎是持續但是已經延續了 一年多了 不會影響了 那既然沒有其他的重大利空的事件 台股 基本面好 沒有理由會持續的往下跌的 所以呢你只要懂這個基本面 從這一波下跌開始呢 我就一直跟他講 千萬不要亂停損 不要亂停損 現在是不是要證明我是講對的 聽說最近有很多 那個投資人跟我講說他那個加入會員的老師 一下帶他們幹嘛 來我們來看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呢我們都知道這一條線叫做頸線 如果呢 你照著技術面去做操作 我來看一下會怎麼樣 來 技術面操作 技術線型 一定會跟我們講跌破頸線一定要出 好我們來看一下跌破頸線在哪裡 大概在這一根 就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跌破頸線之後呢 如果呢 你還沒出 是正常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技術線型 或技術分析的領域都會告訴我們 前波的低點不要跌破就可以了 來前波的低點在哪裡 這裡 前波的低點在哪裡 在這裡 哪裡確實是跌破這個前波的低點 是這一根 這一根 對不對 這一根跌破以後你就在這兩根呢 這一根或這一根停損 你看一下現在是不是白停損 我聽到的消息是什麼 有老師啊在這邊啊 教家在這邊叫人家停損 停損完之後呢繼續往下跌在這一根的時候呢 因為市場已經恐慌到 最悲觀最高檔的時候 最高最高的時候了 恐慌已經來到最高點了 在這邊的時候呢那些老師啊 還帶那些會員幹嘛 進場去做空啊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 這樣子持續往下跌 應該會再跌 可是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基本面 什麼基本面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台灣基本面就是好的 企業獲利都是再創新高的 沒有國內外的重大利空 這不會往下跌 結果你看如果不會看基本面 老實這邊跌下來 跟著技術線型做空 做空了以後你看這一路上來 北嘎 北嘎 那如果說呢 我們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講說 如果這一波你能堅持下去啊 你能一直把這個堅持下去的話 你看 這邊你都不要停損 這邊堅持下去 現在是不是就回來了 你這邊停損的人 那時候又講到 你看我帶你什麼 但你免除了這一段 對不對 免除了這一段 讓你沒有跌到這一段 這一段再長起來 你要再追回來嗎 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 長起來你馬上追回來 你是神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這一段長起來了 你這邊出掉的人不就又白出了 那如果再持續向上呢 老師可能又帶你們幹嘛 追高了 所以呢 你不斷的在追高 自己做也是追高殺低 跟著老師做又在追高殺低 所以呢 所以還是租錢嘛 我一直跟大家講 越是恐慌 越是擔心 越是好的買點 大家 上星期五我還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很多人啊 很多老師在說這個 這是什麼 量 很多老師說 這一波下跌呢 有沒有 沒有帶量 下跌反彈沒有帶量 這個殘勢啊 這個漲勢不會很久 那我就跟大家講 上星期五我就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啊 上一波啊 我們五月初的時候 台股在這邊的 最低點的時候 你看 所有的量能都出來 就是該賣的都賣了 這裡有沒有 殺到最低點 所有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人 也賣了 有沒有在這裡的時候 賣完之後呢 這裡的第一根是不是這一根 這一根有帶量嗎 沒有 沒有帶量他後續還不是 繼續的往上 一路的向上 創新高 一路向上創新高 慢慢在向上的過程當中呢 量能是不是就慢慢出來了 所以呢 這就告訴我們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散戶呢 在很恐慌的時候 全部都殺出了 殺出的時候一路向上漲 一路向上漲 漲的過程當中呢 散戶呢 又被吸進來了 吸進來量能又慢慢變多了 所以這一波的下跌呢 又是散戶把它砍出來 你看一下 這一波的一路跌一路跌 終於跌到這邊 帶量下跌 帶量下跌跌完就沒事了 通常故事都是這樣演的 所以我一直在這一波這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左右的這一波下跌 我一直跟大家分析什麼 基本面波浪 理論什麼理論都跟你講完了 可是你還是不相信 你還是偏偏要停損 那我真的也沒辦法救你 好所以這一波呢 如果沒有停損的話 你現在又躺回來 很多股票全部都躺回來 現在市場的氛圍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量能是量縮 量縮還能持續向上漲 你說 買的是誰 難道是散戶嗎 有沒有看到消息 有沒有 利率是 一樣是 相對的低點 利率是相對的低點 市場資金充足 誰在買 八大行庫在買 誰在買 國泰金 國泰金是什麼 法人在買 法人大戶在買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的量縮上漲 也就是散戶還沒有進來 散戶還沒進來 籌碼還沒凌亂 籌碼還沒有凌亂的話 這一波上漲的幅度 這一波上漲的動能會持續下去 因為現在買的都是誰 聰明的大戶 你現在想賺錢 就要跟著大戶一起做 不要等到 上漲到最高點 散戶全部都進來了 籌碼又凌亂了 你又進來追高了 追高以後呢 不小心有一個下跌 散戶又自己下自己 籌碼又開始凌亂 又開始一路的往下殺 你說什麼時候買 是好買點 當然就是現在 越是恐慌越是害怕 越是好的買點 來我們再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的話你看 如果說呢 你又跟著只看技術面的老師 只看技術分析的老師呢 我又講了 跌破頸線又是你該出的時候 這邊你又該出了 出完之後呢 你看他又玩你了 出完之後他又漲回來了 白出啊 白白的停損啊 有沒有 台積電現在呢 突破600塊 這幾天有機會持續的向上漲 連電也跟著向上漲 你說呢 好再來呢 比較危險的我認為是大力光 大力光我們講好久 我們可以看到大力光的部分 有沒有 一直不斷的在破底 一直不斷的在破底 今天台股表現得不錯 還是在破底 所以手上有大力光的我真心的建議 如果明天還破底 或者是油波反彈 趕快換股操作吧 再來今天有跟大家談到一件事情 最近 航運類股的新趨勢 因為貨櫃的價格 真的漲得太高了 很多啊 大企業就開始什麼 租散裝航運的船 租散裝航運的船去送貨櫃 包你的船送貨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BCI的日租金啊 是漲到12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這一波航運類股你會發現啊 是從哪裡帶動的 散裝航運 你看一下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呢 我們8月23號就跟大家提了 有沒有 中航 講完之後 漲停板 再漲一根 兩根 兩根之後呢 就持續的向上 現在呢 就在空中震盪一下 四維航呢也一樣 講完之後呢 就漲停了 漲停之後呢 那向上創新高位跟大家講說可以再等一下 等一下完之後呢又繼續向上 現在呢還在高檔的震盪 所以現在來講呢 壓力線是在70塊 如果有投資的朋友呢 在70塊附近要注意一下 好有漲一根 那另外呢 長榮 陽明 萬海的部分呢也還在 低檔的區間做震盪 那重點還是在於哪裡 在於萬海 萬海呢250塊有沒有手 今天剛剛好在249 好所以呢這幾天啊 觀察航運類股 如果你手上有船票的話 你要觀察的重點就在哪裡 萬海 能不能守住250 再來呢 四維航 中航 這個領先上漲的 散裝航運呢 有沒有辦法持續的向上漲 這就是你最重要的觀察重點 如果都有 你手上的船票 我認為還是可以繼續安心的報勞 再來呢 另外我們一直跟大家追蹤的什麼 電池相關的類股 我從8月13號就幫大家一直追蹤 我們從 還沒起漲 還沒狂飆 帶你一路漲一根 漲兩根 漲三根 帶你連漲了三根之後呢 現在股價已經來到相對的高點 一不小心來跳空 跳空這一根呢 就很多人在我的LINE 問我說老師怎麼辦 我追在139 附近 各位投資朋友 我也沒請你追 你看我們 那時候呢 在講的時候呢 其實是相對的 剛突破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在教 就是技術分析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 我之前的節目也跟大家講過 要追 要追高 不要隨便亂追 要震盪之後 震盪之後 準備快要突破的時候 那一根再去追 那你看到一直在漲一直在漲 你去追呢 我覺得相對來講是比較危險 也就是快要突破那個瞬間 或者剛突破 你再去追吧 你現在已經突破很久了 你去追當然相對來講是危險的 但是呢 坦白說 趨勢也不會那麼快結束 所以你看一下 他震盪震盪呢 還是在 125附近 做個區間震盪 所以我認為這幾天如果漲不上去 你又追在相對的高點的話 我覺得 換股操作也許是比較好的選擇 畢竟現在 股票下跌有很多股票 都已經幹嘛 都已經跌到一個 很漂亮的點位 價值啊 逐漸浮現了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康普呢 跟美琪馬走勢也差不多 現在呢就在125呢 出現了一點壓力 另外電池概念股 我們還跟大家講了什麼 聚合 聚合呢也是一樣在60塊呢 附近出現了一點壓力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銘基財之前也跟大家講 現在的壓力是在40塊 40塊的部分是有點壓力的 大家就是特別注意一下這幾檔類股呢 好再來呢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盤面上表現比較好的一些類股族群的話 有Type C的類股族群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 你要觀察Type C的類股族群 你就看這幾檔 威風 智源 享受 創為跟 預創 好這幾檔來講呢 就像航運類股一樣 航運類股的精神象徵是誰 萬海 萬海 所以呢以Type C來講呢 你的精神象徵在哪裡 精神象徵就在於 享受跟創為 也就是說 享受跟創為如果能持續的向上漲的話呢 你如果是投資 威風的 智源的 預創的 你就相對來講就比較不要那麼擔心 好不好 就像航運類股 航運類股之前 萬海在持續向上漲的時候 是不是航運類股幾乎都可以向上 所以 大家要觀察 Type C 相關的IC設計族群的話就看 創為跟翔碩 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翔碩呢 是一度要漲停板 創為是直接漲停板 這幾天呢就觀察一下 有沒有辦法漲停板之後 持續的向上 創新高 好另外呢我一直跟大家講 面板類股我覺得相對來講是危險的 有沒有看到 今天台股這幾天台股 向上漲呢 群創友達跟彩晶 反彈就是一點點 我們把前一波的低點劃下來 劃出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指數在反彈 群創友達跟彩晶 反彈的幅度呢 還在這條線之下 只要在這條線之下呢 坦白說相對來講都是危險的 撐越久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技術指標 如果 KT指標回到80以上 他還是在這條線之下震盪 我真心的 建議啊 那個時候你一定要換股操作 當然反過來呢 反過來如果說下面的KT指標啊 就是這邊的KT指標啊 如果能到80以上 到80以上的時候呢 如果說呢 他股價能反彈到這一波的 壓力線之上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考慮再留一下 那就看一下後續他走勢是走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群創 友達 跟彩晶走勢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 跌破之後 就幾乎都沒有動了 今天股價還算表現得不錯 所以有面板類股的我建議啊 要小心謹慎一點 這幾檔類股 要特別注意 其實我在我的節目大部分的股票我都是比較偏樂觀看待的 只有少部分的股票比如說像現在的面板 還有什麼 還有我剛剛講的大力光要特別注意 另外呢IC設計的部分啊今天表現是比較差一點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漲價以後啊 IC設計廠聽說是負倍受敵啊 一邊呢要承受什麼 晶圓代工的漲價 另外一邊下游的部分呢 下游的部分又很難跟他們漲價 成本很難轉介 所以今天的報紙新聞都在講什麼 IC設計啊 面臨兩難啊 上面 要漲價 下面 很難接受你漲價 夾心餅乾夾下去你的毛利率 營益率就下滑了 來這對IC設計來講 這是利多 還是利空 絕對是利空嘛 所以呢我之前有教過大家 你要觀測利多跟利空 到底值不值得進場買呢 你就要觀察什麼 利空有沒有跌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利空 相關的IC IC設計的族群呢 其實呢 低點沒有在跌破喔 低點沒有在跌破的話 也許 我覺得持續都沒跌破的話 也許 就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就觀察這幾天 所以你要觀察重點在哪裡 蓮勇 天玉 敦泰 都是面板的驅動IC嘛 他們是最直接直接有沒有 可能會受害的 因為面板本身報價又不好 對啊 那現在金元代工又要漲價 他們就是負倍受敵 如果這幾檔都沒跌的話 我覺得IC設計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利空不跌反而來講 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通通都賣光了 整個市場股價就沒有賣壓了 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呢你說他要反彈往上呢 要很快速的往上 你要立刻漲回來 也是相對來講是有點難入的 所以如果要換股操作也是可以的 再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聯發科的部分 聯發科今天還是漲的 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 如果手上有IC設計族群的投資朋友 就觀察一下這幾天有沒有持續的下跌 沒有下跌其實呢 你就不要太擔心了 只是 你如果要他漲得很快的話 相對來講也是比較難的啦 另外呢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老師你都會講說老師你都蓋牌很多股 其實我之前很多股票都蓋牌 震盪沒有創新高 或是震盪的時候 我們就是持續的佈局 我之前講過這檔不敗的王牌 跌下來啊 我很有把握他會漲漲 就在最悲觀的時候最適合買這種股票 你看 跌下來台股漲他就跟著漲了 那我相信很多我以前的學生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呢 指數持續向上漲 他就跟著向上漲 所以這檔股票呢 真心的建議啊 大家一定要持有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把握 買這一檔就對了 好另外還有一檔周子瑜的部分很多人也在問 周子瑜這一波下跌是隨著什麼 指數下跌 但是呢 指數漲起來之後他又跟著漲起來了 你說指數是不是快要突破季線了 這一檔股票呢也快要突破前波的高點 突破前高之後呢就會持續的向上 好這檔股票呢一樣 如果有機會 想知道的 還不知道的 可以 現在就加入我的LINE跟Tagran的群組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agran群組 如果你想用搜尋的方式你可以打什麼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也千萬不要撞 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一個QR Code 之後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講得不錯 記得按個讚喔 好再來我們盤錢的資訊呢我們是放在臉書的資訊 記得喔 想看我的盤錢 趕快加入吧 好我們 你看 有的時候股票啊 跟著技術面座 會怎麼樣 追高 殺低 有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跌破五日線就出 突破十日線就近 你不斷的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你自己蒙心自問 你操作這樣的方式 是賺錢 還是賠錢 有些時候股票你要去思考它的未來 好不好 你在未來還沒發生之前 你就要先想清楚 有什麼股票 可以做操作 比如說 我最近 不是最近 已經講好久了 從8月4號開始 我就跟大家講 有沒有 8月4號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振興五倍券給你50%的獲利機會 有沒有 那時候我就幫大家整理出來一個 振興券有可能受惠的概念股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有通路啊有餐廳啊有飯店 對不對 我還跟大家講說飯店可能 相對來講可能比較難收一點點 因為飯店來講很多都沒什麼量 再來 餐廳的部分呢 因為現在都沒花做 有沒有 能做50個人的餐廳現在可能只能做20到25個人 所以相對來講可能營收比較沒有那麼有幫助 在通路的部分我就是比較看好了 在通路的部分呢我已經幫大家精選什麼 燦坤 蓮牆 全國店 好不好 在燦坤 蓮牆 全國店裡頭呢我還直接指明跟你講說燦坤 有沒有 有吧 我相信一直有在關注我們節目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 我比較看好的就是什麼 燦坤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跟著技術面去做 突破你就追 跌破你就 賣 突破追跌破賣 就不斷的來回來回來回 一直買一直賣 一直賣 一直賣 長期下來 就算你不會大賠 你不會大賠 連續的小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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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賠累積起來 也變成大賠 一次數5% 輸10次是幾% 50% 這樣也是很可怕 所以你要操作股票 你必須要思考 未來會不會漲 所以我們就看到未來會不會漲 來 燦坤的部分 我在8月4號 就跟大家講 他一路向上 緩步的墊高 一路墊高 你看我給大家 這麼多的時間 8月4號 到現在他一路震盪 怎麼樣台股跌 他都不會跌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今天就漲停了 來有沒有符合我跟大家講的條件 營收持續的向上 獲利能力持續的向上 EPS 今年都是 在相對的高點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種股票 你就是要去做 對不對 我就跟大家講了 這直接送給你 對不對 五倍券 五倍券有什麼概念股 你就要先去思考 好不好 現在的 你要去思考 未來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會發生什麼事 這才叫做操作股票 了解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呢 不要跟著技術線型去做 跟著技術線型去做 都 騷擾了 騷擾了 對不對 好所以 來我們再看還有什麼股票可以做 我一直跟大家講 現在產業 是呈現什麼 上肥下售 如果你要去操作的話 建議你 盡量去找上游的 因為 下游的部分 缺料很難出貨 他可能營收都會受到影響 那中游的部分就是 受到上游跟下游的擠壓 當夾心餅乾 就像剛剛講的IC設計一樣 那所以你要 職工最上游的 相關的零件 比如說銅箔 銅箔有這一些 對不對 還有銅箔 金居 融科 對不對 這些股票你就可以去操作一下 我們放大鏡看一下 金居融科 台光店 騰灰 蓮帽 台藥 這都還沒有起漲 你就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再來呢 MUSB的 也是可以去注意一下 MUSB以前有跟大家講過 有大宗 傑利尼克森 富鼎 對不對 這些股票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 最上游除了 就是 晶圓代工之外 還有風測 風測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矽晶圓 矽晶圓今天環球晶 台勝科是不是都表現得不錯 風測的部分我們也講好久了 講了快一個月了 有沒有 上星期五 新權就漲停板 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如果你在這邊佈局 你現在就已經開始享受 獲利的快感 好不好 有沒有較勁 有嘛 而且我們較勁不止一次 8月20號 上個星期又繼續較勁 對不對 好較勁有沒有 新權 新權一直叫你買 就是有把握才叫你買 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 新權呢 買完之後 就一路向上走 今天雖然說高檔震盪 但是還是收高的 這幾天都還有機會繼續向上 但是你現在買在高點 獲利空間可能相對小 然後呢風險又稍微高 我們在這附近買 我們是暴勞有沒有 其實震盪 我們還是獲利暴勞而已 好不好 今天呢還是維持一樣 創新高 來有沒有符合我們跟大家講的標股的四大條件 來 第一個 技術線型有沒有出現什麼 指數大跌他沒跌 有 符合第一個條件 來營收有沒有持續向上 有 好獲利能力有沒有三綠三升 有 EPS有沒有持續向上墊高 有 符合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標了嘛 對不對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有嘛 好再來呢 其他的封測族群你還可以觀察什麼 細格 細格也是很強勢嘛 有沒有 這邊叫做除息 除息之後他又準備要向上 準備要填息有沒有 準備要填息快要填完了 超風的部分我認為表現也非常的強勢 鈴聲也是很強勢的 好不好 他在這區間震盪 也是準備要突破前波的壓力線 好 那最重要的你還可以看什麼 日月光的部分 有沒有 日月光的部分就是龍頭 龍頭如果持續向上增 就是帶動其他的 相關的類股族群全面一起漲 這就是我跟大家之前講過的觀念嘛 對不對 整個類股族群他會是同漲同跌 我們就一直跟大家講標股的條件 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也是用這個標股的條件來幫大家篩選出來的 不管是 有沒有 燦坤 還有 辛拳 都是一樣 我說什麼 標股的條件是什麼 現在其實很好找啊 你這幾個條件你真的很好找 第一個 這一波大跌你去找他不跌的 技術面不跌的 就符合第一個條件 再來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營收是持續向上是最棒的 再來 毛利率 營益率看有沒有辦法找到三綠三深也是更棒 美股營餘呢持續的向上 就完全符合四個條件 完全符合四個條件 就值得你去進場介入 好 還有什麼符合四個條件的 記不記得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一檔股票 就是科基啊 科基是什麼 為什麼遮成這樣 蓋牌之後還有馬賽克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這檔股票 因為非常有把握 所以我才蓋成這樣 我那時候建議大家趕快過來跟我一起操作 如果你真的 沒有概念 現在手上滿手的股票套樓 趕快換到這一檔 你至少趕快回來 有沒有 科基的部分 來 我們講完之後呢 高 高檔震盪一下 震盪我就覺得太好了 為什麼太好了 給你機會進場買進 對不對 持續的震盪 持續的震盪 你看我們就是在震盪的時候慢慢買 不會跟你講說 創新高漲停了 買不到 在震盪的時候 你看 在震盪的時候 我就很有把握 在震盪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 慢慢買 慢慢買 要多少 買多少 這檔也不是量很小的股票 要多少 你就買多少 要100萬 你就買100萬 要200萬 你就給他刷下去 200萬 500萬就刷回去 500萬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今天就漲停 我就跟大家講 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 哪一檔 長科 長科 來 符不符合標股的四大條件 來我們看一下 營收有沒有持續向上 營收持續向上 來 技術面的部分 台股大跌 有沒有跌 沒跌 沒跌 好這符合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什麼 營收有沒有持續向上 有嗎 有持續向上 獲利年利有沒有呈現三綠 他是三升 三綠三升 第四個條件來 EPS有沒有穩定的向上墊高 是不是又符合標股的四大條件 幫大家選出來的 有沒有漲停 有漲停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對不對 還有什麼符合標股的四大條件 我記得我上次 8月23號也跟大家講 8月23號之前那一週 就跟大家講 我說警說有沒有看到 台股大跌跌那麼多 幾乎可以說是跌幅很小 跌幅很小 這一檔 他基本面也真的很好 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講完之後漲停板 漲停板就持續的向上墊高 今天呢 又繼續的一路 想要再挑戰 前波的高點 有沒有看到持續的向上 今天收盤價又收到 新高 收盤價收到200塊以上 來有沒有符合我們四大條件 來 台股大跌的時候 有沒有相對跌幅比較小 營收有沒有持續向上 獲利能力有沒有三綠三升 有嘛 符合三個條件 第四個條件 EPS有沒有大幅的成長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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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三計成長 有沒有 好 所以呢我又跟大家講 如果有景碩 你就不要忘記還有另外兩檔 因為 同樣都是ABF 載板 三雄 哪三個 因為同一個類股都會同漲同跌 既然景碩會漲 另外你就要關注什麼 新興跟南電 所以我又特別幫你講了什麼 新興跟南電 來南電今天有沒有收盤價收新高 新興是不是也收新高 這都還有機會可以進場 就看你敢不敢 因為很多人 老是股票漲高了不敢買 現在才是最好的機會 好聚集的部分也是講完之後 持續向上 持續向上之後呢 今天呢 震盪一下 我覺得這幾天還是蠻有機會 持續向上 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另外一直講到中鋼購的部分 24號漲停之後呢 25號又漲停 26號漲停 上個星期五呢 我跟大家講高檔震盪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漲完三根漲停板之後呢 震盪一下也是正常的啦 8月30號今天收盤價又收到相對的新高 還有機會進場買進嗎 你就要再注意一下 有沒有震盪 震盪以後剛突破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機會 好不好 再來呢 跟大家講 這檔也是非常有把握 所以才會蓋成這樣 有沒有 這檔叫做 龐然大物啊 有沒有 台股大跌 他幾乎可以說是沒跌 沒跌之外呢 這邊是他之前的前波高點 前波高點之後呢 今天這邊又收紅收過了前波高點 很有機會明天後天就向上創新高了 很有機會 好我們看一下他不不不合 標股的四大條件 來第一個 營收有沒有持續向上 有嘛 營收持續向上 來三綠他有沒有三升 有沒有 去年 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有沒有三綠三升 來 EPS有沒有持續的成長 有嘛 所以這檔股票呢 這幾天就有機會要發動 如果你想要把握現在還沒有概念 不知道買什麼的 趕快就現在加入我們吧 來 我們最後再跟大家複習一下關盤的重點 重點跟上禮拜完全沒變 因為 你要分析一個好的趨勢 正確的趨勢 不會亂改變的 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台股 會持續的向上 如果你找不到標股 找不到要買什麼 這檔股票 這幾天 就有機會發動的 如果你現在股票 還是套牢狀況 不知道要換什麼 你會比較快回來 或者是你現在手上有資金 想要趕快趁這一波來 賺大的 不要去賺小的 漲高的就是賺小的 現在相對還來 來講是相對的低檔 如果想跟我們一起操作這些標股的 你可以 加入我們 可以透過電話 打 0800 66 8085 或是透過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此結束 我們明天見 再次 摩爾證券 頭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 於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